突破旗舰边界定义未来 Vivo Max Free 欢迎回来 焦点锁定美国 美国在发生校园枪击案件 加利福尼亚一名16岁的亚裔高中生 在生日当天拿着枪回到自己的学校 扫射学生 造成二死三伤 年龄最小只有14岁 枪手作案之后往头部自轰 情况危怠 过去20年 美国校园枪击案 已经夺走至少300条年轻生命 来到星期四 死亡名单再加长 早上7点半 16岁的亚裔男子 拿着点45半自动手枪 来到自己就读的圣塔克拉利塔桑格斯高中 大开杀戒 这所学校共有2300名学生 枪手血洗校园的消息很快就传开 来得及离开的人马上逃命 至于正在上课的学生 按照平时的演习 用桌椅堵住门 然后就听见几声 类似爆炸声的声响 我只是在我的学校园枪击案 然後人家就露了,說我們要關門的門, 然後我教授了門,然後我們就把所有的桌子放在 front of the door, 然後就很可怕,大家在喊他們,說他們愛他們,說他們愛你, 就很可怕。 所以我們有幾個學校,但事情是,你覺得, OK,我們就練習了,但這就不會發生, 我們想到我們想什麼學校,我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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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警方出动直升机和大批特种部队到场 疏散学省追捕枪手 这时候发现共有六名伤者 其中一人就是枪手本身 所有人送院抢救后 一名16岁少女和一名14岁男生 先后伤重不治 受伤的另外一男二女 介于14到15岁 警方一个小时内就鉴定嫌犯身份 并到他的住家 将他母亲和女友带回警局盘问 初步调查发现 枪手是在16岁生日这一天大开杀戒 美国平均每周都会发生一宗校园枪击案 过去一年半就有超过40宗案件 其实国会议员正在针对停滞几个月的枪管法案重新谈判 这时候又传出了枪声 似乎再次用年轻生命提醒美国政府 措施来得太迟 也太慢了